本來來要先跟瓜哥抱歉說 跟小禎的婚姻的事情 可能那時候沒有把小禎照顧好 其實小禎真的很好 小禎是一個好太太 也是好媽媽 那總之就是要跟他說的抱歉 然後也謝謝他跟小禎是我的貴人 那今天因為他們在國內 他們就叫我一定要陪瓜哥錄影 然後陪陪他聊天 所以今天雖然是工作的時間 還是把手術延後 對你來參加錄影 其實今天本來來要先跟瓜哥道歉說 就是之前跟小禎的婚姻的事情 可能那時候沒有把小禎照顧好 然後跟他說的是小禎真的很好 因為當初可能不太適合婚姻 也不太會經營婚姻 小禎是一個好太太 也是好媽媽 瓜哥也是一個 要跟瓜哥說的事情是 這個要當他的女人蠻難的 當他女兒也蠻難的 其實要當他女婿有一個心 不可能 那總之就是要跟他說的抱歉 然後也謝謝他跟小禎是我的貴人 他也是一個 最負責 最有才華 最有厚道的 演藝跟做的從業人類 沒有啦 前陣子有長輩生日有來一起吃飯啊 對啊 只是比較少跟他在工作上有配合 難得可以展現一下我們絕佳的默契 沒有啦 他有沒有諒解 我覺得他是一個很好的岳父啦 不過身為一個前女婿沒有把婚姻處理好 本來就應該是要跟他說真抱歉嘛 那這種事情也沒有原不原諒啊 反正該抱歉的人就應該抱歉 其實關係一直都沒有變差過 沒有結兵也沒有貨兵的這種事情啊 老美也是大概每天在群組都會聊聊天天 然後現在在歐洲啊 也常說一些他們在打球等等的一些事情啊